大家好,大家好,这个昨天啊,一直在聊这个红二代,红三代啊,这些所谓开国元勋的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的情况啊,这个这个资料啊,各种资料,各种口径的资料都不是那么全面啊,那么我们就进行一定的交叉比对或者是补充啊,比如说这个介绍到这个已经卸任的 这个副总理刘延东的时候,介绍了他一个姐妹吧,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刘延宁和刘延伸,事实上他还有一个大姐叫刘延怀,叫北京东方灵盾科技董事长兼总裁,这不清楚做什么呢啊,北京,看来公司在北京,东方代表中国,灵盾啊,灵敏的灵活的盾牌 那我猜是否做这种网络安全防护方面呢,不清楚啊,这个另外说到他的丈夫,这个刘延东副总理的丈夫叫杨元兴 42年出生的,42年4月,那么现在多大岁数了,现在是78了啊,也不年轻了 好像刘延东是四五年的,比他大三岁 42年,然后54年66年,数码的,数码的,生于四川成都 是何鸿僧,何鸿僧吧,密友 这个何鸿僧啊,还是何鸿僧啊,何鸿僧吧 我读不好这个音啊,三个火,下面一个木,就是澳门赌王,是吧 有这个荷兰血统的,混血的澳门赌王啊 然后这个杨先生,杨元兴是61年参军 61年参军啊 然后19岁参军 毕业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 现在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啊 是个高宫,现任中国艺术摄影学会的主席 喜欢摄影,而且喜欢艺术摄影 不知道他这个中国艺术摄影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 是互相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还是没关系啊 这就不知道了 我就知道中国摄影家协会 有一任的副主席叫杨绍明 而杨绍明呢,就是杨尚昆主席的儿子 那么杨绍明的一个佳作就是揪辫子 就是邓小平揪住他的一个外孙女 不知道他哪位外孙女 他大概有三个外孙女吧 揪住他的小辫子 那小女孩梳的辫子就 很多条小辫子就那种 揪住你的辫子了 当然这也是一个有寓意嘛 过去揪辫子打棍子 是吧 就是形容政治上那种诬告啊 那种残酷斗争啊 所以啊 你像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 他可以随意就去邓小平家走动 是吧 他有这个摄影家协会 副会长的头衔 副主席的头衔 你其他人 对吧 人家就是高层那个圈子 八大佬 是吧 有杨尚昆他们家 有一号啊 有八分之一 然后这个中华文化促进会 摄影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 这个中华文化促进会 是文化部系统的吗 就不清楚了啊 因为刘延东 一直长期主管这个科教文卫 科学教育啊 文化卫生 大概是主管这口的 包括医院医疗文化设施 是吧 还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基建房产办公室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有一任的会长 就是邓小平的其中一个女儿 是哪个啊 我老是搞混 反正仨闺女其中一个 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科技部 是一个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还有中国科技会堂 就在三里河路 南头顶到南头的西北角上 然后呢 长安街 西长安街边上 往西 往西就是中国水科院 中国水利 水利电力吧 科学研究院 简称水科院 水科院呢 分南院和北院 这个西长安街边上 就是挨着预言潭公园 钓鱼菜宾馆的 这个叫南院 北院在车工庄西路 那个是北院啊 南北俩院 然后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我的唐妹夫 我叔叔家的那个二闺女 那个老公就在这当一个处长 也岁数不大 40多岁啊 前好几年就提了 提处长了 嗯 然后这个再往西就是八一大楼 中央军委办公大楼 然后马路南 军博 军博在马路北 军博对面马路南 汇城门啊 那个有一个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 那儿的头啊 叫吴建长 现在应该是退下来了 吴建长 也是邓小平的撒姑爷 撒女婿其中之一啊 然后还是北京市鲁毅房地产的 董事长 这鲁毅啊 鲁迅艺术学院啊 鲁毅 这个还有点这个艺术范啊 不知道这个鲁毅房地产在哪 不知道 他开发了哪些楼盘 我也不知道 据听说可能是在郊区啊 盖别墅 据听说啊 这都是普风捉影 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父亲叫杨显东 就是这个刘彦东的公公啊 杨显东 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 那这又对上了 因为刘彦东的父亲刘瑞龙 也在农业部当过副部长 那人家就属于通家之好 是吧 父一辈子一辈 两三辈人都有交情 也可能定的就是所谓的娃娃亲吧 是吧 还担任过中国科协副主席 你看 然后他儿子也有到中国科学工作 他爸又是这的副主席 要按照他爸的资历和年龄段 那肯定虽然邓小平的女儿 是那的一把手 但是他老父亲 那就是老前辈了 是吧 然后他们俩 这个刘彦东和这个杨元兴 有一个女儿叫杨帆 这叫杨帆的很多 上海市解放初 有一副市长就叫杨帆 好像是兼着公安局局长吧 跟那个谁不错 跟这个被抓起来 那叫什么潘汉年 潘汉年他们是一条线的 解放前都是地工 都是地下党搞白区工作的 跟这个汪伟啊 汪精卫啊 日本人啊 74号特工总部啊 是吧 跟他们应该是都有一些联系 也是互相利用吧 互相发情报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女婿叫冯琪 杨帆 刘彦东的女儿 嫁给了冯琪 加拿大国籍的 曾经和这个周凯璇 一起创办了 Tom.com Tom.com公司 和深圳的易网通公司 这个周凯璇 60年12月3号生的啊 60年 子鼠 鼠鼠的 这个周凯璇 是李嘉诚的好朋友 那这个也是有深厚的资历 和背景啊 好 关于这刘彦东的这个补充啊 就补充这么一点 然后我们再接着再聊一点 再聊一点这个 中国这个高干子弟啊 昨天聊到了 我看看啊 聊到了这个谁 这个刘立真啊 刘立真 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啊 是 呃 刘志丹啊 刘立真是刘志丹烈士的女儿啊 这个当年没有刘志丹 这中央红军还真不好找落脚之地啊 据说毛泽东偶然的发现了一份报纸 上面说这个国军要剿灭陕北的赤匪 一个好像包着肉的一个油了啊 油纸麻花的那么一张脏报纸 哎 赶紧奔陕北了 这也是天不灭共 是吧 共产党就有着命数 然后呢 下面一个叫刘菊芬啊 刘菊芬北京四通公司的副总裁啊 四通公司副总裁 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的女儿啊 刘宁一的女儿 四通啊 曾经也是我的客户 我记得在中关村 呃 就是现在的马路中央 是那个那种 那种检疫 不是检疫楼搭起来的 我还要通过那种检疫楼梯 就那种检疫房走到二层上去 给的我支票 那会儿四通就有九几年 就有上千人吧 也许两三千人 反正一次买不少的 我的油发油 然后这个四通 当然的总裁那这更有名了 万润南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后来跑到境外了 是吧 四通 然后副总裁里边还有一个是 中国一个语言学家 还是什么学家 叫王立 王立的某一个儿子 好像也在四通 现在那个老爷子也退了 也离开四通了 现在住在朝阳区 呃 太阳宫乡 这个三元桥的东北角 某一个小区 好像叫什么国际 国际媒体村 还是叫什么呀 那个小区 是三个英文字母 有一个U 那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那个小区 在一条小河 那边是不是坝河呀 西坝河什么的 好像叫坝河 应该不是亮马河 在那河边上 那小区的外观是蓝色的 再往北 有一个太阳宫公园 再往北 就是望京 北四环 然后 有这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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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铭富啊 当过民政部的部长 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 他是原来的辽宁省的原来的主席 闫宝行的儿子 说到闫宝行 他不仅仅是辽宁的主席 闫宝行一直在张学良的身边 是张学良非常信赖和倚重的人 但实际上他一直是秘密的共产党 就地下党 然后闫铭富是在这个民政部工作过 闫铭富是赵紫阳这条线上的人 和紫阳关系走得非常近 后来呃 紫阳下去之后 他也就靠边站了 可能给他保留一个慈善总会会长的名分吧 包括那会儿中央书记处还有瑞幸文 后来也不怎么出来了 啊包括这个胡启力 胡启力本来是常委 五常委之一 后来就仅仅保留一个 应该是降职吧 到电子工业部电子部当部长了 嗯 然后我见过这个谁 我见过田启力 不叫田启力啊 胡启力 胡启力的亲妹妹 叫胡启恒 胡启恒 他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的秘书长吧 啊他给我们做过讲座啊 我不认识他 他给我们做讲座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在东城区东四干面活动 原来是在外交部街 后来搬干面活动 旁边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我认识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主编 在那也写过两个小豆腐块 所以他有座谈会 他给我消息 说你也来听听吧 就去听听 胡启力的妹妹胡启恒 他说我们这是民间组织 其实不是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协会 尤其中国自投的 他一定是政府啊 设立的或者政府支持的 还有个叫刘京的公安部副部长 说是烈士之子 但是没说出哪个烈士来 是吧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就像李鹏 李鹏的父亲也是烈士 李硕勋烈士 是吧 包括你看这个王若飞烈士的 这个孩子 包括这个曲秋白烈士的独生女吧 叫曲独一 但是据说他并不是曲秋白所生 这个曲独一 跟我姐夫他们都认识 这个我姐夫跟一帮中共的 这个红二代 这些烈士遗孤 有的在莫斯科苏联留学回来的 跟他们有所来往 这个 还有谁啊 还有主要的烈士 比如说还有烈士太多了 是吧 叶挺的儿子 是吧 叶挺的那几个儿子 其实我前一段看到有人介绍 说叶大英导演是叶挺的儿子 错 是他孙子 朱虹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 中国中医研究院东志门内海运仓 那原来也是我的客户 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啊 中国首任 驻苏大使王驾祥的侄女 他这个又不对了 他说的不确切 当然 他应该管王驾祥叫姑父 他跟王驾祥没有血缘关系 严格来说 他是王驾祥的夫人应该叫朱中丽的亲侄女 是这么一个关系 然后有刘虎生 原来国家经委科技局局长 中国华联汽车公司董事长 他是原来中央苏区的军委秘书长刘伯坚的儿子 还有刘豹啊 也是刘伯坚的儿子 是航天系统的一个专家 然后是陈祖泽 原来四方面军跟张国焘搭档的这个谁 陈昌浩的大儿子 他是香港九龙八市公司董事长 香港报业工会主席 这个香港九龙八市 是否里边有大陆的资本 我不清楚啊 反正是香港的 他在香港 一个是九龙八市的董事长 一个是香港报业工会 不是咱们说的工会主席那工会 工家的工 公共的工 工会 相当于联合会吧 然后呢 陈昌浩 这是老大陈祖泽 老二 叫陈祖涛 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 现国家科委的专职委员 中国汽车工业公司 就是原来机械部下属的 在哪啊 在白云路 西长安街 对面 马路北是燕京饭店 和燕京商场 再往东 长安商场 旁边是首都博物馆的新馆 他叫 在机械部内部 管他叫汽车局 汽车局大院 过去我也送货 不是汽车局要我的货 是机械部老干部局 有十多个 这个老干部活动站 比如说汽车局大院了 比如说旗河楼啊 西指门内啊 什么这个洋房店啊 团结湖啊 晋松啊 包括甚至有石井山啊 万寿路啊 他十多个 这个老干部活动站 也包括什么铁道部老干部局啊 什么那个最高人民检查院老干部局啊 都是我送货 他分十个地儿 二十个地儿 我都给送 所以我就对这些地儿 我特别的熟 而且各单位的隶属关系 上下级关系 各部委怎么演变的 我特别清楚 然后就是徐永岳 许 言无许啊 徐永岳 安全部的部长 他是陈云的原来的秘书 呃 他的简历上 写他是河南南阳那边人啊 他是原来国防科工委 就是后来总装的 纪委纪检委书记 叫许明真的儿子 这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这个徐永岳啊 安全部 安全部 贾春旺也当过部长 安全部 贾春旺是北京大兴县的 大兴人 后来贾春旺和这个刘云山 这两个家族又联姻了 嗯 然后呢 司法部部长叫张福森 北京顺义人 徐永岳啊 是陈云的秘书 那我的那个客户 他应该认识 我的一个客户 一大哥啊 别说人叫什么名了 这大哥 就是陈云的警卫参谋 那他们如果是同一时期的话 他们肯定认识 后来我这大哥 娶了北京一个大学的 呃 教德语的老师吧 或者叫德语翻译 是在也是在一个北京市的市级居官里边 市级居官里边管后勤的 对我相当的好 每次我一去 介绍我 说这是在 别看我们这个啊 这哥们给我们单位送粮油 说在清华大学讲过课啊 那是有点言过其实的啊 过讲了 但是我确实在大学讲过课 嗯 然后罗震啊 是纽约华融集团的总经理 他是原来中调部长 罗清长之子 中调部 就是原来叫社会部 后来的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 中央调查部 这个中调部部长罗清长 也曾经是周恩来的秘书班子之一 周恩来的秘书有好几十个人最多的时候 这个包括姚依林 都是周恩来的财政秘书 然后罗清长还有一个著名的儿子 叫罗元军科的军科军事战略部吧 少将 这个罗家可能有四兄弟 我记得应该有四兄弟 改天可以查查罗清长的资料 当然这也都是公开资料啊 这个孙小玉国务院啊 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现在搬到原来老的外交部那院里去了 就是朝阳门内大街陆北 现在好像和这个网信办 互联网办公室也在那 还有求是杂志社 求是原来叫红旗 也是党中央的直属刊物 他是原来中宣部副部长郁文之子 那原来中宣部周扬啊 什么这一系列的人啊 黄毅成啊 黄毅成当过能源部部长 人大常委 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黄火青之子 张浩若 张浩若我知道这个人啊 说到这我怎么想起一个叫和姓和的 是叫和光伟吗 在国家旅游局当过局长 也是我的客户 白色小楼 在国际饭店后身 张浩若四川省原省长 国家体改委原来副主任 前煤炭管理局长张忠鲁之子 煤炭管理局是煤炭部吗 这我不太清楚啊 这个我一个街坊姓邹 姓邹 他爹就是原来说当煤炭部部长的秘书嘛 他们家是建炎院 小黄庄 这个朝阳区小黄庄 北三环 他们家是建炎院的 建筑研究院 张昭若 那就是张浩若 他们是亲兄弟 天津的副市长 也是张忠鲁的儿子 然后有一个叫张小斌的 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总公司 这种中国自投的都是大国企 现在叫央企啊 他是前卫生部长 崔岳离之子 崔岳离姓崔 他姓张 要不然就姓他的母姓 要不然可能连母姓都没姓 这个崔岳离老地下党 老地公 这个在北平搞地下党 在这个策动这个说服 这个傅作义 华北九总 整个投共 整个和平起义的过程中 崔岳离起了一定作用 崔岳离的联系人就是傅东局 就是傅作义的亲闺女 傅东局后来好像到人民日报 好像在这个系统工作 唐欣 唐欣是中国清工业总会质量司的司长 他这升的不算高 一个司长很普遍了 前冶金部部长唐克之子 唐克也是老革命 冶金部说实话还真照顾我买卖 冶金部机关服务中心那个采购科吧 或者叫生活福利科的科长 和国家主席 副主席吧 王震 同名也叫王震 那字都一样 然后我的一个老客户 原来好像是地址部 那工会主席叫陈云 王震 要过我的货 王科长 要的我的那个 要的我的那个带鱼 十斤一盘的带鱼 大概要了我两千八百盘 这个我那个大冷藏车 好几大车呀 相当的厉害 那一把真利索啊 东北人讲话 一把一利索啊 这个还是东北话 说挣了一把好钱 按那个年代哈 可能十多年前 我挣他一把 挣他几千块钱 真不算少了 冶金部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在东四 东四 东大街 西大街 反正是龙福寺 龙福大厦的马路对面 然后旁边是华侨大厦 然后再远一点 西边是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 美术馆旁边有个胡同 叫公衔胡同 公衔胡同 谁住在那啊 杜玉明的公馆 在公衔胡同 然后美术馆后身 是黄米胡同 黄米胡同 住着海关的一大哥 胡大哥 那是我原来报官员的时候的 一个好大哥吧 也没有敲诈我 也没勒索我 对我非常好 贾鸿生 康华公司的副总 康华那就是残联吧 残情联合会 那就是浦方同志 邓浦方 他们系统呢 康华分大康华 小康华 好多人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啊 康华还分大小 然后后来那个张德江 于正生 这些政治局常委 都在康华工作过 那么一般认为 他们跟浦方啊 跟邓家 关系都不错 然后他是前国家纪委主任 贾拓夫的儿子 贾拓夫 如果我没记错 也是老闪干净 老西北帮的人 那么 说到康华 就说到中国残联 这中国老百姓就说了啊 说中国这全克人 就是正常人 都归老邓管了 邓小平管 说中国这个 缺胳膊短腿的 这残疾人 都归他儿子管了 是吧 都归普方管了 这个 中国残联 是我的一客户啊 那个赵科长啊 是我一个不错的大哥 是我们的发小和同学 孙姐哥俩 他们搞了一个公司 跟这个赵哥 他们是很好的关系 然后介绍给我的 中国残联 在这个北河样是北池子 我记不太清了 他们那旁边是一个庙 是一个庙 还有李小林 李小林 李小林是男的啊 还有两个李小林 是女的 树林的林 李先念的闺女 嫁给了刘亚洲上将 带王子边那个林 李鹏总理的闺女 是在这个能源系统吧 电力系统工作的 这个李小林是男的 是北京新时代公司总裁 这个前中纪委副书记 张运之子啊 这个张是历早张 赵帝啊 这个赵前孙礼的赵 土地的帝 原全国复联副主席 这个前劳动人事部的部长 赵守一之女 赵守一 怎么那个葛优演了一个 叫什么 什么守一来着 王守一还是什么李守一 是吧 那个葛优和那个 是吧 那个叫什么 范冰冰演那个什么来着 后来这个崔永元还翻脸了 是吧 叫什么 那个电影我还忘了 是吧 那个里边叫什么 什么守一吧 严守一 对严守一 有一说一严守一 实际上人家崔永元是实话实说 崔永元 结果崔永元找这茬 还把这个演艺圈 这个这些事 人家往境外转点款 人家弄个阴阳合同 全给人抖出来了 全国好几千个 这个影视公司 因此就歇业或者倒闭 或者是注销 然后成千上万的演艺界的人 是吧 纷纷出血 然后 其实看啊 看你是不是副主席啊 这个很多人不懂 比如说全国复联副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 还有好多这个协会的副会长 看你这个副会长副主席 你是真有实权 还是你就是挂名 你是跟那混的 你是跟那趟事的 怎么看 知道吗 看有俩字 这俩字或者叫常务 主持日常工作的 因为一把手正头管不了具体的事 看是他是不是常务副主席 另外 还有一个词叫助会 助会 就某些机构 某些比如说研究会 某些协会 是吧 他如果是助会的 那他是主持日常工作的 你比如总参系统 我知道也有研究机构 一般是副总参议长 兼着会长 但是副总参议长不会去办公 或者可能一个月半年去一两回 那就看好几个副会长 看谁是助会的 这个副总参议长是上将 助会的一般就是少将 我就知道这么一位 我认识他爱人 他们家住哪 住他的各方面情况 我是了解的 然后还有赵春兰 中纪委的常委 也是赵首一的女儿 赵帝赵春兰 然后柯小刚 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 他是早期烈士叫柯林的儿子 还有一个叫郭树岩的国家纪委副主任 他爹是烈士 叫郭养生吧 我请教大家 外边一个广字边 里边一个山羊的羊 是叫郭养生吗 还有曹云平 广州市政府秘书长 他爹是烈士 曹渊 曹渊就是北伐军 夜挺独立团 号称铁军的 夜挺独立团 应该是第一营的营长 叫曹渊 他应该是攻打武昌的时候 从广州一路打到武昌 攻城的时候 应该是被吴佩福的军队吧 直系军队给打死了 那是很早了 当时还没到八一起义呢 还没有南昌起义呢 当时北伐军还算是国民革命军的时候 那是很早的了 好吧 就聊这一小段啊 然后待会儿啊 再给聊聊别的啊